今天要给大家介绍Toolbody的一个全新功能 它能够帮助你更好地分析你频道影片的表现情况 让你知道你的频道出现了哪些情况 并且提供给你解决方案 Hello大家好,欢迎欢迎我的频道,我是Grayson YouTube后台提供给我们很多的数据 但是有时候由于数据太多 我们不知道应该注重看哪些数据 并且很多数据都是很表面的 并不能够让我们深层次的了解到 这些数据能够反映出什么问题 当然,如果你有时间 你可以一个一个去研究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时间 或者是不想去研究这些数据 所以今天这期影片 我就想介绍Toolbody的一个全新功能 它能够帮助你分析你频道里面的重要数据 让你知道你应该继续做哪些事情 你应该做出哪些改变 通过这个功能 你能够一目了然的知道 你频道的整体版本数据 并且知道应该如何进行提高 这个功能希望你升级到Legend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我今天这期影片介绍 了解这个功能 再决定是否要升级成那个版本 如果你是DCL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关于社交媒体 以及网络创业内容 如果对这种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频道 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抽热闹新影片通知了 那么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今天内容 我们首先点击右上角这个280插件 找到这个Click Magnet 然后我们选择开始 当数据处理完之后 就会出现四个选项 首先第一个选项 Power Rankings 我们点击进入 这个功能就是可以让你知道 你的频道里面影片的表现 它有分成不同的流量类别 例如第一个就是YouTube搜索 第二个就是推荐影片 第三个就是YouTube首页的流量 它这里也说到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频道成长更快 你就要做出和这些影片相似的内容 因为这些影片才是观众感兴趣的内容 例如现在我选择的是所有的流量来源 我的表现最好的就是第一个 如何教大家制作片头动画 第一个就是展示点击率 第二个就是观看时长 第三个就是有多少个点击数 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这部影片 展示点击率为8.1% 观看时长为9天5个小时 点击次数为3390次 所以它这里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是表现非常好的 第二表现好的影片就是这部 YouTube获利条款更新的影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为5.94% 观看时长为11天10个小时 有3000次的点击次数 它的表现也是非常好的 第三部影片就是这部 10个最火的不露脸YouTube频道主题 它的展示点击率为5.15% 观看时长为14天2个小时 有2734的点击次数 我们可以再来选一下YouTube搜索的流量来源类型 像我的有一些影片的排名就发生了变化 在YouTube搜索流量底下 我们可以看到表现第一好的还是这部 片头动画教学的影片 但是在YouTube搜索流量底下 这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为12.63%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展示点击率 我们可以看到排名第二的影片是 这部Instagram真本的影片 在YouTube搜索流量底下 它的展示点击率为13.61% 排名第三的是10个最火不露脸YouTube频道主题 在YouTube搜索的流量来源底下 它的展示点击率为7.48% 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我选择推荐影片流量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现在这些影片的排名又出现了变化 排名第一的是这部 10个最火不露脸YouTube频道主题 在推荐影片流量底下 它的展示点击率为3.23% 第二部是这部YouTube获利条款的更新 它的展示点击率为2.9% 排名第三的是片尾动画的教学 它的展示点击率为3.73%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YouTube首月的流量排行 排名第一的是YouTube获利条款更新这部影片 在YouTube首页的流量下 它的展示点击率为7.63% 第二部是10个最火不露脸YouTube频道主题的影片 它的展示点击率为5.13% 排名第三的是Instagram真粉的影片 它的展示点击率为6.58% 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 在哪些流量底下 我们的哪些影片表较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主题的影片 展开出更多不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功能 Element Expected 这个功能主要是让你比较你的缩图 你的缩图有哪些特点让观众点击进入你的影片 例如如果你的缩图是有露脸或者不露脸的 Twibody就会帮你比较 是露脸的缩图更加吸引人 还是不露脸的缩图更加吸引人 以我的频道为例 我的频道的缩图基本上都是露脸的 所以这里就说 我频道里面的露脸的缩图 它的总体的展示点击率为3.86% 这里有更加详尽的信息 它测试了50部影片 然后有48部影片 它的缩图是露脸的 总共的展示次数为979,439次 点击数为37,816次 然后这里有显示 有两部影片 它的缩图是没有露脸的 它的展示点击率为4.98% 总共的展示次数为81,875次 点击数为4076次 第二个就是你的情绪 不同的情绪会影响观众 是否会点击你的缩图进入观看你的影片 图巴底在这里总结出了几个情绪 有开心、有难过、有惊讶、有淡定、有生气、有疑惑、有厌恶 还有一些复杂的情绪 在我的频道的缩图里总共有三种情绪 一种是惊讶、一种是淡定、一种就是疑惑 我们看一下这些缩图的表现 首先这样的表情 这些缩图的展示点击率为3.86% 而淡定的表情 这些缩图展示点击率为3.96% 疑惑的表情 这些缩图的展示点击率为3.26%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功能 来找到缩图的方向 你的哪一种情绪 会让观众想要点击进入你的影片观看 第三个就是你的人像的大小 例如有远距离的、有中距离的、然后有比较近的 或者是有不同大小人像结合在一起 它这里告诉我的人像是属于比较远的 然后这里它告诉我的展示点击率为3.86% 这个功能就会告诉你 你人像的大小 也会影响观众是否会点击你的影片观看 第三个功能就是CTR Opportunities 这个功能非常的有用 首先它会总结出你频道里面表现好的影片 它是根据总共的观看时间 展示次数和平均的观看时长 来决定这部影片是否是表现好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展示点击率非常的低 所以如果你能够提高展示点击率 改变的缩图、改变的标题 你就能够极大的提高这些影片的表现 例如在这里就给我总结出了几部影片 首先第一部影片就是YouTube必备的十大技能 这部影片表现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展示点击率仅仅为2.61%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变缩图 或者是改变标题 提高它的展示点击率 就能够非常好的增加影片的观看量 这功能对于提高影片的表现显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能够提高影片的展示点击率 就意味着有更多人会想要点击你的影片观看 成功就会增加影片的观看量 这也会让YouTube算法推荐给更多的观众 所以这种效果是一环扣一环的 这里Tuberty还提供了AB测试 可以让我们测试不同的缩图 是我会有不同的表现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表现好的缩图 再来看一下第二部影片 是讲关于抖音短视频模板式的 这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仅仅为3.03% 第三个就是讲YouTube的优缺点的 这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为2.41% 所以我们都能够通过这个功能 通过缩图的AB测试 来提高影片的展示点击率 我之后也会出一部专门的影片 来展示给大家AB测试的效果 最后一个功能就是Advanced Analytics 这个功能总共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时间 第二个就是流量来源 第三个就是最小展示次数 首先第一个时间 有24小时48小时7天和30天 我们都知道 新影片发布后的48小时之内 是影片发展的黄金期 所以通过这个功能 我们就知道 哪些影片在48小时之内 它的表现是好的 哪些影片表现是不好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流量来源 我们可以选择搜索推荐 首页展示 还有就是播放列表 第三个就是可以选择最小的展示次数 最小你可以选择1 最高你可以选择10万 在这里就有不同的数据 有点击次数 有展示次数 有观看数 点击次数和观看数的比例 然后有平均观看时长 平均观看时长比例 有观看时间 总共观看时间 有展示点击率 还有它的综合排名 例如我选择新影片发布后的48小时 在这里就会给你一个影片排名 如果你想根据某一个特定的数据来排名 你可以点击这个数据 现在排名就会发生变化 我也可以按照平均的观看时长 作为排名 或者是展示点击率作为排名 这功能就能够非常好地 帮助你分析 那影片的重要数据 让你知道你影片的表现好坏 同时你还可以输出这些数据 成为CSV文件 我认为2Budy的这个新的功能 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几备时间 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忽略的重要数据 让我们直接的知道影片表现好坏的原因 并且也给我们提供了提高的方案 2Budy有很多的功能 如果你想要了解其他2Budy的功能 可以去参考一下我的这部影片 这部影片提到的功能 能够通过免费的版本就能够实现 同时我也会把2Budy的免费在链接放到底下的评论区 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我点个赞 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关注我的IG 也会分享更多不一样的内容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